电视剧《长相思杀青》第二日就发布了《杀青特辑》,剧组干得漂亮,杨子发文告别长相思,拍力的照片真的好漂亮,暴露了剧里四对CP,本来以为是一女三男情感纠葛的电视剧,没想到还露了当过女主未婚夫的赤水风龙,毕竟差一点就结婚了,如果不是湘柳出现抢亲,估计小妖也就真的嫁给她了。 剧中的四位主要男性角色人设都不错,每个读者心中都有最爱的那一个,所以,官配也不一定就是观众心中的男主,这部电视剧也是少有的官配,不是男主的电视。 男主轩辕腔弦义正义邪,和小妖是青梅竹马,但还是红图霸业帝王宝座更加重要,属于青梅竹马毕了。 男二图山景是默默守护,两个人互相救赎,和小妖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,一起游历天下。 男三向有重情重义,和小妖立场不同,且从未互相吐露过爱意,极致避美学,里面醉意难评的角色。 男四赤水风龙意气风发,和男主是至交好友,和小妖曾经有过婚约,最后中毒而亡。 有看到粉丝安利的时候说,这四位按照粉圈逻辑,分别是私生范,真爱粉,事业粉,和路人粉,粉丝真的太有才了。 今天杀青特辑一出,也有人吐槽,觉得不仅和男主降低了期待值,但是小编想说等预告啊,预告没出来,就一闪而过的动图,能看出什么? 长相思原著小说里最火的角色是香柳,毕竟大家对B还是印象最深刻,这种默默付出不求回报,只要你好就行的人设一直很吃香。 表哥是戏份最多的角色,官配是和女主走到最后的,其实未婚夫人设也不错,期待长相思早日播出,先出个预告,让观众先看看吧。 作者童华的小说改编运真的很好,基本都能大火,期待这一部也一样,可以大爆,推荐一下原著小说,依旧美图结尾。